我们来看一下第21章 这个概率的部分 概率的部分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样本封建 还有什么是事件 还有是概率的一个概念 就是概率的话 其实我们经常的会在生活当中 会有讲到的 就是说这一个东西出现的几率 我们有时候会用几率来表达 或者说这个情形 像说我们最简单就是摇骰子的时候 我们出现一出现二出现三 它的这个几率如果是平等的话 就会是六分之一六分之一 达到六分之一的情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概率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算一下 不同的事件发生的概率会是多少 大致上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什么互测的事件 然后要掌握加法原理 其成法原理 看起来好像跟排列组合好像有点类似 过后还有什么独立事件 最后有数学期望值的计算方法 这个数学期望值在理科班就没有上了 这个是我们上班的课程来的 过后有常态分费 常态分费 Normal distribution甚至是在SPM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掌截 几乎每一年的都会出的 对啊 所以这个是Normal distribution也要掌握好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有遇到不同的情况 的不同情况或条件下特定的结果 比如说石头丢上去空气中 它一定会掉落回下来 然后存水在标准大气压墙 加热到100度的时候 它就一定会会疼 但是有一些情况 结果是偶然的 对不对 这些是绝对的情况 我们就不理 但是有一些 结果是偶然的 它可能是出现一或者是出现二 两个情况 而且这两个情况 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 会出现哪一个 这一边呢 我们就会要需要计算概率的情形 OK 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硬币 云称的硬币 它正面朝上 还有反面朝上 我们都无法预知它的结果 我们只能说 我们经过大量的重复的实验 它有一定的规律性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可能做了神千上万次 这个丢硬币的实验 它结果是有人 是真的去做 这些都是数学家很齐心的 迪摩根呢 它就做了2048次 结果正面朝上呢 是1061次 整个频率 如果我用M除一N的结果呢 你会看到呢 是0.8 0.51 Buffin又做了一个实验 他又做了更多次 4048次 他就得到的结果是 0.5059 它会越偏向于一个值 这个值我们相信就是0.50 这个值我们相信就是0.50 它又好像出现了一个一定的规律性 而这个规律性呢 我们就叫做必然性 所以这个概率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从偶然性里面 找出一个必然性 哇 厉害哦 这个听起来 好像很abuzz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概率的一个概念 从偶然性里面 找出一个必然性 OK 所以我们正式进入21.1了 所以样本空间 我们现在认识一下 什么是样本空间 什么是时间 首先 这个试验的每一种结果 我们都列完出来的话 一个试验的每一种可能的结果 我们叫做试验的样本点 然后呢 所有的结果的集合 我们就叫做样本空间 OK 我们一般上呢 就会用S来表达 所以如果我们的 头一个硬币的话呢 它其实只有两个结果嘛 一个就是正面朝上 一个是反面朝上 如果一个正面朝上 我们叫做Hit 我们用H来代表 反面朝上我们叫Tail 我们用T来代表的话 所以它出现的样本空间 其实只有两个 就是H或者T 如果你摇一次硬币的话 有些情况呢 它不只是这个摇硬币的话呢 它只有两个样本点 但是有一些它会有无数个样本点 比如说我讲说0到1之间 你随便选一个数字 那你就可能0.1 0.12 0.145 因为它的小数点可以无限的增多 所以变成了它这边呢 就会有无限个样本点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 我们不考虑无限个样本点的情况 因为如果是无限个样本点 基本上没办法去计算它的那个概率 OK 所以当然 这边只是要告诉你说 其实样本点可以有无限个的 如果是无限个样本点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算那个概率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一个 可以计算的概率的一些情形 像立体液我们再看一下 摇一个硬币的话呢 如果硬币投两次 对吧 它的样本空间 请你列出来 所以头第一次我有两个结果 head or kill 第二次也是head or kill 所以两个combine起来呢 就是headhead head kill kill head 还是till kill 所以这一遍就会变成了 四个样本空间 有没有 所以我们把它用秀偶队呢 来把它结合在一起的话 它的样本空间 s呢就会得到head hh ht th tt OK 如果我们今天呢 是投一个硬币 投两次 或者是两个硬币一起投 有没有异样 其实不同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两个一起投 你不知道哪一粒是哪一粒的话 我只能出现三个情形 因为一个head跟一个tail 它就没有倒转的情况了 因为它我不知道哪一粒是前哪一个是后 所以两个硬币一起丢的话呢 它的样本空间呢就会少一个 它就只有headhead head kill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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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跟head tail是一样的 如果你一起丢的话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两次丢两次跟有顺序都没有顺序 又有一个差别 OK 再来看更复杂的情形 我们摇骰子 骰子就是12356 我们有个头的dice 我们有个叫dice 一粒硬币 所以摇骰子出现的情况就是12356 我摇硬币就是head or tail 所以结合起来就是 onehead onetail twohead twotail threehead threetail fourhead fourtail fivehead fivetail 还有sixhead sixtail 我们把全部结合在一起 写成样本空间 就会是这个样子 onehead onetail twohead twotail threehead threetail fourhead fourtail fivehead fivetail sixhead sixtail 这个情形呢 如果你一起丢 会不会一样 如果这个情形一起丢就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骰子是骰子吗 硬币是硬币吗 这个很明显看出来是不同的 所以你先丢哪一个 其实没什么差别 对不对 OK so 再来更复杂的 如果我是两粒骰子的样本空间 第一粒骰子有1到6 第二粒骰子有1到6 所以它总共结合起来呢 总共有六六六三十六 三十六个结果 好 三十六个结果 然后呢 这个骰子如果 我们一般上呢 是去说它有一个数据之分 所以一二跟二一啊 我们分开来看 一二跟二一分开来看 所以总共呢 会有三十六个结果 OK 所以最 这个已经是最复杂的一个情况了 我们也不会给你太多复杂 复杂到没有办法列完出来啊 然后呢 硬硬要你列啊 应该是不会这样的情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题啊 随堂练习意 如果我要两枚硬币 一枚 两枚硬币一次 的样本空间 刚才我讨论过了 我不讲了 所以它是有headheadheadtail跟tailtail的情形 headtail跟tailtail是一样的 对它来讲 为什么你两枚 两枚硬币一起丢完 就是这个情形 如果我调一粒硬币 一个骰子一次的样本空间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了 OK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呢 如果我从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个数目选一个号码 它样本空间就是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OK 就是十个的情况 然后呢 如果我要投三个硬币的话 它总共会有八个 headheadhead head OK 反正就是 第一个有headtail 第二个也有headtail 第三个也有headtail 所以二乘二乘二 它总共会有八个 你有兴趣自己去 看一下怎样配对 它总共会有八个 不同的配对方式出来 OK 但是 就是如果它是三枚一起投的话 如果是三枚一起投的话 没有分顺序 就是说我有三个tail 有两个tail 还有一个tail 还有零个tail 就是 这样的情况很少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三个head 一个零个tail 一个 两个tail 两个head 一个tail 还有一个head 两个tail 还有零个head 三个tail 这几个情形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再接下去看 一个试验 它的 若干个样本点 集合在一起 然后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子集 我们就成为一个事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 这个样本空间里面 我们挑其中几个情形 我们就把它称为事件 样本空间也是一种事件 是必然发生的 就是叫必然事件 意思是说 因为样本空间 我们已经列完所有的情况了 如果我讲说 这个样本空间 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基本上是100发生 对吧 所以这个叫做必然事件 如果你得到的这个样 你得到的是 一定会发生的 我们叫做必然事件 如果我是空级的话 它就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所以或者是叫做不可能的事件 再来的 只是含一个基本点的话 我们就叫做基本事件 这个名字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重要了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例子 我们投一个骰子 1 2 3 4 5 6 是它的样本空间 那如果我讲说点数7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事件的集合 就是一个空间 如果我讲说 我出现1到6的随便一个点 出现1或者出现2 这些都是属于基本事件 如果我讲说 它的数目小过去 这样这个就必然事件了 对不对 它一定是小过去的 没有理由说大过去的情况 还有你们学这个概率 你一定要搞懂 这个五十四张货牌 我好像就是那次是教谁 宣奇的哥哥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的家不给我们复刻牌 我不知道复刻牌里面 到底它的牌是怎样 基本上它是这样 A12345678910 JQK 每一个数字都有四张 每一 它四张都是不同的花牌的 就是说一 它有叶子 有love 有梅花 还有方块 方块它就是diamond 就是那个菱形的 所以它红色的 就是黑 那个叶子 它叫黑桃 然后梅花也是黑色的 红星 还有那个方块 也是都是红色的 所以它有颜色上的不一样 像这一边 总共52张 为什么 因为A到10 再加JQK 总共13张 13张乘次就得到50 所以它基本上的基本牌是52张 有时候会加鬼牌 就是鬼牌有两张 但是不过一般上我们考这个概率 就会出鬼牌 Joker 我们只是52张 然后52张 我们来看一下 下列的哪一个 这个样本空间的一些事件 我抽到数字11可能吗 没有 一到10还有JQK 怎么来实意 这个就是不可能的事件 如果我是红星3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张牌 没有其他的 所以一张牌的情形 我们叫做基本事件 如果我抽到9的话 它有4张9 对吗 所以它有4个元素 黑桃的话 A到10 JQK 总共13个黑桃 对不对 它有13个元素 不是梅花 梅花基本上也是有13张 不是梅花 不是梅花5 梅花5只有一张 不是梅花5 就是52扣掉那一张 所以是51个 OK 所以这一边呢 你大概 如果你了解这个的话 最重要呢 复刻牌 我们会考的 OK 我们会考 复刻牌的一些概率 所以你要搞懂说 复刻牌里面有出现 有什么样的牌 OK 那再来的就是事件跟 事件呢 也可以用集合来表示 然后呢 事件相关的运算 我们也可以用集合的运算 比如说A跟B是两个事件 A连B就是 A或者B至少一个有发生 A交B就是A跟B也同时发生 A'就是A不会发生的情形 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用那个集合来去表达这个概率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式 盒子里面有10个球 123456790都有创码的 我认取一球 所以它的样本空间就是123456790 OK 如果我的事件A是 号码是偶数 就是2468 如果我号 事件B是讲说 这个球的数目是小于9 对吧 原本A是2680 B是 小于9 是12345678 A交B呢 就是2468罢了 对不对 10就要去掉 因为10是发过9 OK 事件M呢 就讲说 3的倍数 所以M是369 N是奇数 所以是1357 13579 13579 然后呢 因为M里面还有多一个6 所以再把6放进来 这个就是N 两个其中一个有发生 就有帮助 算了 OK 所以这个好像很像我们的那个集合论罢了 集合论 我们再看一下随堂编辑2 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学到 头一个 一个骰子 正得点数是字数 字数呢 是多少 字数是2 3 5 对吗 7就超过了 所以这个事件A呢 应该就是235 OK 235 OK 再来 同时我们调三粒骰子 点数之和小于6 三粒骰子 三粒骰子 我三粒骰子至少都要3嘛对不对 所以是345 然后呢6就不难 点数之和就是基本上只有3跟345这三个情况 OK 这个就是B了 我们也不许理他这么多 到底有多少的发现率 到底有多少概率 我们持写再看 我们这一张 只是focus说 要怎样看他的样规头件 还有他的那个事件 投证两枚硬币一次 正好一个正面 至少 正得一个正面 恰好有一个正面 正得至少一个正面 最多正的一个正面 我有 如果是恰好有一个正面 就是HT这一个咯 就是一个H一个T的情景嘛 这个是我们的K K是这个 如果我的L是至少正得一个正面 就是说我有两个正面也可以啊 HH可以啊 然后呢HT也是可以啊 所以这个L其实是比较多的 M的话呢 是最多得到一个正面 就是说没有正面也是可以嘛 对不对 所以M咯是HT 还有TT OK 它们的样本空间其实是三个 HH,HT还有TT 所以第四个呢 投证一个硬币三次 顺 OK 所以至少得到两个正面 这个我不列啦 基本上它是 它总共有八个情况 八个情况 然后呢 你就找两个正面的情形 你就列出来 正得正面的次数比反面的次数来得多哦 所以是两个正面一次 一个反面 或者是三个正面 两个反面 基本上是这两个情形 你就把呢 八个情况看一下 这两个情况的有哪一些啊 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列出来了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21.1我们下个礼拜再做啦 全都 mate